你今天不要跟我们醉不归吧 这个我们在日本一起喝过 那你记得上次喝完之后发生什么事了 太过分了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喝酒了 你不要闹 不要压我 不要 等一下 不记得了 不记得 反正 反正你好心留下来陪我 我们在客厅也没事做 就 就喝一点嘛 好啊 我又没说什么 罗莎跟美丽他们来找我 问我在日本好不好玩 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我就把我们一起收集七颗 七颗爱心的事告诉他们了 罗莎 他 我跟他最近好像变瘦了 对啊 你怎么知道 他最近疯狂的运动 而且他都不吃淀粉耶 我看他这样子好担心喔 不能这样子都不吃淀粉啊 身体搞坏了怎么办 我只是 我只是很想知道 那天锁没有挂上去 真的是因为出了急事吗 还是 你其实根本就不想挂上去 只是因为看到我一脸期待 不好意思拒绝我 刚好电话来 所以 你就让这件事情这样过去了 嗯 干嘛都不回答 到底是怎样 欸 執心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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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喝醉了 是真的 对我一点意识都没有吗 嗯 如果对我一点意识都没了 干嘛对我这么好 干嘛要一直帮我 干嘛找我去浪直播还一直鼓励我 干嘛去看爷爷 干嘛要陪我去日本 干嘛 他好疼 可能他酒喝多了 疼也会疼 那只 Italia оду 你就会错听 嗯 小唐 Editor 不lling 在今时 好臉沒 我真是謝謝你啊 要醒來就好 我問你 如果今天 有一個人感覺喜歡我 可是問他是不是喜歡我之後 他就一直閃閃躲躲 那這個人 是不是有毛病 那這個人是不是有毛病嗎 這是老天有眼的 終於有這麼樣的一個人出現了 早就跟你說過了 承擔不喜就不要亂撩別人 撩了就跑 根本渣男 你以前話對我沒有這麼多的 就是因為看著摔到谷底了 所以趕快湊上來多補個兩角 走開了 走開了 不是嘛 那我再問你 為什麼這個人要當一個渣男呢 他為什麼就不能乾脆一點 承認就好了 喜歡不喜歡 不就一句話的事嗎 你去問有個原諾啊 問我幹嘛 有個原諾就是不知道才問你啊 問我的話 我只有一句話 說 渣就是渣 你就不愛我 還關心我幹嘛 去哪裡 爬窗 爬什麼窗 便利商店那扇窗